大家好,我是Key 今天要來介紹的Scenario 是將天氣預報的API 經由Mac 傳接到Line模組 這次設定的功能 是每天早上7點 準時將今天的天氣預報內容 傳到特定的Line帳號 接下來就是相關的操作設定 先在Mac中創建一個新的Scenario 然後點一下加號 輸入Weather 搜尋到之後點進去 選擇 Gate Daily Weather Forecast 作為第一個觸發模組 點一下模組 開始設定模組內容 因為我們需要的是今天的天氣預報 所以選擇Today 接下來要設定天氣預報的程式 格式是城市 豆點國家 我們這邊填上 TAIPEI.TW 然後按下OK 接著按一下左下角的Round Once 再來要設定通知的時間 點一下左下角的時鐘圖案 第一個欄位選擇觸發週期 因為我們要每天通知 所以選擇Everyday 再來選擇通知的時間 我們設定在早上7點 然後按下OK 接著按一下左下角的Round Once 載入今天的天氣預報 再來看一下結果 裡面的資訊就是今天的天氣預報 內容包含 溼度、溫度、氣壓、風速、天氣狀況、降雨量等等 再來選擇第二個動作模組 再選擇第二個動作模組 點一下加號 搜尋LINE 點進去之後呢 選擇Send a Post-Message 這邊要先連結你的LINE機器人帳號 因為我已經連結過了 所以帳號會自動載入 如果之前沒有設定過呢 可以參考影片下方的說明 另一部影片有相關的設定步驟可以參考喔 再來這個欄位需要輸入LINE的UserID 需要回到LINE的Delight Plus頁面下方 複製這組UserID 如果不清楚這個步驟 一樣可以參考下面說明欄的影片連結 將複製的UserID貼入到Tool的欄位裡 接下來按一下下方的Add Item 因為要傳輸的內容是文字訊息 所以Type這邊就不要去更動它 接著編輯要傳輸的文字內容 內容可以寫的比較舒服一點 然後分別填上 白天的溫度、夜晚溫度、早晨的溫度、傍晚溫度 最後我們加上一個降雨量的預測 然後分別將參數Day、Night、Morning、Evening 還有代表降雨量的參數Rain加進去 最後記得再寫一段舒服的問候語 這樣就完成了訊息內容的編輯 接著按下OK 記得先存檔 再按下左下角Round Once 確認一下訊息的內容 同時這些文字內容也已經傳輸到 然後設定好Line機器人裡囉 最後別忘了將左下角Scheduling打開 這樣就可以每天早上7點 準時接到貼心的AI機器人傳送天氣預測喔 以上就是天氣預報跟Line模組的簡單應用 是不是很簡單是不是是不是 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如果喜歡我們頻道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喔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請貼心 按讚 按讚